另外欢迎收看3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近年来在丰富的森林生态以及赏银活动的带动下 也逐渐打开了国旅的知名度 不过旅游面向人嫌单一不足 为此林管处与花莲平森永续发展协会内所属的社区部落会员 在东华大学赞环教系协助下 进行声带游城策略联盟 未来将朝向生态旅游来发展 一辽阔的森林树海景观 平地森林生态以及赏银 在国内旅游界逐渐打开知名度的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想要在更上一层楼 花莲领馆处与花莲平森永续发展协会社区部落会员 在东华大学自然环教系协助 展开了这一场生态旅游策略联盟 超向生态旅游发展 游客量也会很多 但是问题是游客来的时候不是像传统的旅游方式 而是限制在20人以下的团体 我们把人数限制好之后来体验生态 这样子才有办法做成生态旅游 平森园区周遭的社区部落都乐于为丹尼化的平森游层面向来整色 不过若结旧章的推动部分部落协会对于部落生态旅游造成部落文化 当地生态可能造成负面冲击 似乎也让态度去保守 我希望是永续的 所以我的生态是可以长长久久 大家一起共享 那如果配套措施没有做好 没有做一些总量管制 像荷欢山好了 我就一直很难过 因为我觉得没有做总量管制 真的就是在消耗 虽然平森园区 赏银等生态旅游蓬勃发展 但若进一步正规接单旅游 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因此领馆处希望能够串联周边社区部落文创体验 餐饮旅宿以及在地产业 扩大并丰富 平森园区的生态旅游面向 希望在解说导览是一个常口化状态 但是我们在解说素材还是很有限 我们希望可能那周边各社区小旅行 或是周边商家有特色的 不论是农特产品 或是吃的住的非常有特色 那跟我们在生态旅游的理念是契合的商家 共同纳入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旅游平台 不过这前面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平台 其实还经过非常多的考验 目前除了已经完成31位专业导览解说员的陪力认证 今年借着推动餐饮旅宿 体验游城与生态旅游等等的想法也才刚起步 而平森园区的生态游城计划目标 如何在低密度开发的规范下推广发展 不仅供部门也是地方失去部落 要共同思考解决的课题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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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